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 荒谬绝伦 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 彻头彻尾的谎言 过去四十多年来 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口 从555万增长到了1200多万 翻了一番 过去六十多年来 新疆的经济总量增长了200多倍 人均预期寿命从30岁提高到了72岁 很多去过新疆的外国朋友都表示 他们见到的新疆 同个别西方媒体的报道完全不同 法国有一作家叫维瓦斯 他写了一本书 名为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 他用自己两次侵服新疆的经历 讲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真实的新疆 他在书中明确地表示 正是那些从未去过新疆的人 在制造假新闻 在杜撰抄袭中 以讹传讹 一些西方政客 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 却不愿听取 2500多万新疆各州人民的共同心声 宁愿配合少数反华势力的拙劣表演 却不愿正视新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 这只能证明 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是真相 而是热衷于政治操弄 企图人为制造成所谓舍强问题 破坏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 阻碍中国的发展壮大 我们欢迎更多的各国人士 到新疆去参观访问 眼见为时 谣言 终将不攻自破 谢谢